女孩因为长相出众 遭到了两个闺蜜的嫉妒 被残忍杀害 埋在了荒郊野外 然而到了第二天 在两闺蜜惊讶的目光中 女孩又走进了教室 看到这一幕 两个闺蜜都以为自己活见鬼了 女孩名叫纳诺 是徐孝新转来的转校生 她凭借出众的外表 和火辣的身材 瞬间成为了男生们的讨论对象 就连篮球队的三大校草 也会经常逃课来看她 然而看着窗外的男生 纳诺却是满脸的不屑 这让一旁暗恋笑草的胖妹 很是不爽 下课后 其中一个男生找到胖妹 并送给她一盒零食 胖妹内心无比激动 以为自己桃花孕来了 可实际上 男生只是想让她 把零食带给纳诺 她手上的那盒 就算跑腿废了 胖妹听完心里更加不爽 直接把两盒都给了纳诺 还随口说了一句 不吃别人剩下了 谁知纳诺直接回怼道 你不吃也好 正好减肥 胖妹听完后 生气的离开了 放学后 三个笑草拦住胖妹和小方 他们用两张演唱会的文票 作为交换 想让两个人 把纳诺带去明晚的party 一听又是纳诺 胖妹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当场拒绝了他们 第二天早上 又有一个追求者送来鲜花 可纳诺却当着对方的面 把包压在了花上 胖妹觉得 纳诺在装清高 无处宣泄的 她开始在社交平台上 诋毁纳诺 看到有人复合 胖妹的内心总算平衡 一旁的小方 对纳诺并没有偏见 然而到了放学时 小方暗恋的男生 来找他补课 本来是件很高兴的事 然而在补课的过程中 小方却发现 男生的目光 一直落在纳诺的身上 小方彻底崩溃了 她跑到厕所 一顿嚎啕大哭 这时胖妹也追了过来 两个人把一切的不幸 都怪罪到了纳诺的身上 于是为了报复纳诺 两个人便答应了 派对的邀请 女孩第一次参加派对 就被三个男生 不停的灌酒 换谁都能猜到 他们想要干嘛 可一轮接着一轮 纳诺不仅一点事没有 还差点把三个男的喝爬 胖妹一看情况不对 急忙掏出了瓶安眠药 为了让纳诺快点晕倒 胖妹直接掏了一把 掺在水里 纳诺毫无防备 一饮而尽 在众男生的期待中 纳诺终于倒下了 随后一个男生 迫不及待的 把纳诺带到了房间 刚要做点什么 纳诺突然醒了 这可把男生吓懵了 纳诺起身想要出去 却被屋外的几个人拦住 曾经的好闺蜜 更是死死地 把住门的把守 并大喊 可能是酒壮怂人胆 男生也不管不顾 又把纳诺推到了床上 此时门外的男生 发出了猥琐的笑声 而两个闺蜜也心想 这些终于有纳诺的把柄了 然而这时 纳诺却突然没有了呼吸 这下所有人都慌了 如果被人发现的话 他们这辈子可就完了 只见胖妹冷静地说道 于是众人来到郊外 挖了个深坑 把纳诺抬了下去 可刚埋到一半 纳诺居然醒了 他还没死 有人想要放过纳诺 可胖妹却说 如果纳诺报警 他们依旧逃不了法律的制裁 于是众人干脆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把纳诺活埋 为了让纳诺死透 男生更是上前补了几脚 埋完后 几个人还没着良心 对着纳诺道歉 以为这样就再也不会有麻烦了 可谁也没想到 可纳诺却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还跟两个闺蜜打起了招呼 就这样 几个人强装镇定地熬过了一天 到了晚上 几个人聚在一起又开始讨论 死去的纳诺为何又出现在了学校 可就在这时 门铃声响起 男生打开门一看 竟然是纳诺 他说自己的手机落在了这里 说完就直奔卧室 纳诺打开手机 里面竟然是昨晚的对话录音 现在证据确凿 几个人瞬间都慌了神 为了不让事情败露 几个人蜂幽而上 活活把纳诺给闷死了 随后他们再次聊到埋石地点 重新挖坑 把纳诺埋了进去 可埋到一半 纳诺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里面传来的是 昨晚每个人的道歉声 这时 纳诺突然醒了 他抓住一个人 开始哈哈大笑 几个人被吓坏了 慌乱间 一个男生直接拿起铁锹 砸到了纳诺的脑门上 笑声终于停止了 可这时 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只见旁边又走出来了一个纳诺 几个人彻底崩溃了 只好匆忙地逃离了这里 第二天 纳诺又出现在了学校 而他的两个闺蜜 也将继续承受内心的煎熬 生活中啊 人们总想用一句道歉 来掩盖自己犯下的错误 那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那就意味着 他们下次还会犯错 好了 我是破局 咱们下期再见